第五节第六节又是可以放在一起读 经文说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确实多余 这两节中尤其是第五节 在圣经中很出名 常常被人拿来引用 这两节圣经告诉了人一个宝贵的真理 那当着人面本着善意的责备 是强如背地的爱情 意思是你偷偷的对人好 不如当着面将自己的朋友 生命中当被改变的方面指出来 哪怕是有责备或严厉些 都好过背地里的爱情 实际上责备人人都不会喜欢 但我们要知道 善意的责备绝对不是恶意的憎恨 那些来自于爱我们的人所给我们的责备 会让我们悔过 并带来真正生命当中的改变 因为神在高天见察我们 他也借着主内的亲人 就是那些真诚爱我们的人 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欠缺 因此我们要看重这一切 不要误解那当面责备我们的人的心中的善意 当然责备也要讲究场合和方式 那有智慧的人若责备我们 一定不会让我们颜面无光 而是会尊重我们的感受 也包括隐私 所以我们要带着感谢的心面对责备 而那会责备人的人也要学习责备的艺术 绝不能胡乱的责备人 却在声称我当面责备你是强如背地里的爱情 第六节的经文 接着补充第五节 告诉我们 就连朋友之间 有的时候也难免 这一方给那一方留下伤痕 比如今天在教会中 受伤了这一表达就很流行 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声称 某某人使我受伤 但其实我们要正面的看待伤痕 第六节就告诉我们 好朋友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痕 是出于忠诚 我们宁可要这伤痕 也不要仇敌连连与我们亲嘴 因为仇敌给的 尽管是在热忱或是甘甜 但那都是假冒的 绝不是在真心的对我们好 在28章的23节就说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惨媚人的 圣经中有个很好的例子 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 保罗回忆 他曾因为彼得有可指责之处 便当面责备他 当然那时候他们所面对的 是如何对待没有受隔离的外邦的信徒 保罗对彼得的指责是出于爱 而不是出于恶意 大家尤其参考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第七节的经文说 人吃饱了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一切苦都绝甘甜 经文告诉我们人的两种经验 饱的时候对待食物的看法和饿的时候对待食物的感觉 当人饱的时候你就是把风房下滴的蜜给他吃 他也吃不下去会感觉到厌恶 但人一旦饥饿了便饥不择食 什么都觉得很美味 但愿我们对神的救恩真理始终就保持着饥渴的心态 因为人若自以为饱足了便会拒绝真理厌烦真理 但对神的救恩真理而言 我们始终是有所缺乏的 我们必要吃神生命的话 必要享用神伟大的真理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得以饱足 但我们若吃对了食物 即便是我们饱足了满足了 也不会对神给我们的宝贝真理产生厌烦的感觉 第八节的经文说 人离本处漂流 好像雀鸟离窝游飞 这节智慧的真言是在告诫神的子民 一旦神给了我们生活工作的定位 就要踏踏实实的 不要追求虚服 要安分守己 守住自己的定位 我们若是能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 那就会在神让我们所占住的地方坚定稳固 否则一个人就会不安定 他明明在这里 但是他的心思却到处游走 他的心里可能在想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结果这一看看 就说不定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浪子 他一旦远离富家 离开了他生活的本处 便开始在外漂流 就像雀鸟一样 离窝游飞 我们自然是知道浪子后来落到了怎样潦倒的地步 有人说的好 今天你和我生命最美的定位 就是我们个人在基督里的地位 千万不要离开神 人若离开神 就肯定会落到第八节所讲的光景 因此人不可以不留心 第九节说 高油与香料使人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在本节中 所罗门是把高油与香料使人的心喜悦 比喻为朋友对人诚实的劝教 也同样会带来甘美的感受 这一节其实很像第五节和第六节 在二十一章中 第二十节中说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 我们说过 那里所讲的宝物 就是在指智慧 高油可以被解释为 丰盛的生命或圣灵 但若是结合本章的第九节 那也可以理解为 智慧人的生命中 所积蓄的宝物和高油 其中就包括 来自朋友们的诚实的劝教 他们都是出于善意 哪怕是留下伤痕也会对人的生命有益处 为什么 因为在真言十七章十七节中说 朋友乃时常相爱 他是为患难而伤的 朋友不单单会时常的与我们亲爱 到了关键的时刻 尤其是在患难中 好朋友就会与我们患难于共 所以弟兄姐妹们 若是在好朋友之间 有发自于主心意的 真诚的劝教 大家千万不要感觉到受伤 或是误解朋友的意图 我们要将朋友们给我们的劝教 视为芳香的高油与香料 最初听的时候 或许会有些不情愿 但若从感恩的心来倾听和领受 就会发觉 他们就像高油和香料那样 使人的心喜悦 他乃是甘美的 更是无价的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 我们的良朋义友 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他会时常的与我们同行 有时他甚至会扮成旅客的模样 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够认出他来 他甚至也会开口责备我们小心 但紧接着 他就会将神的道向我们分解 并且让我们越听他所给我们讲的真理 我们的心中就越加火热 大家不凡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那里讲到的是通往以马乌斯路上的两个门徒 如何遇见主 第十节经文说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讲到这一节实际上可以参考 真言十七章的十七节 还有十八章的二十四节 经文中所讲的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及相近的邻舍都是同意含义 到了关键的时刻 他们实际上比住在远方的亲弟兄还能够帮助到你 在圣经当中也有例子 当大卫遇难的时候 反而是扫罗的儿子约纳丹帮助他最多 不是他自己的哥哥们 另外的例子还可以讲到罗伯安 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 他就是因为离弃了他父亲的朋友 于是便失去了北方十个支派 以及大片的土地 第十一节说 我儿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那击窍我的人 在这里 经文又以父亲的口吻向儿子讲话 他要儿子做智慧人 因为儿子一旦做了智慧人 父的心便会格外的欢喜 这样的表达 大家可以去看真言第十章的第一节 二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所罗门在这样的表达中 特别告诉我们知道 那做儿女的若成为智慧人 乃是为父的最大的欢喜 在二十九章的第三节 经文说 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 老约翰也曾经向信徒说 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 所以我们若将这里的父 理解为是天上的父 那我们今天这些做神儿女的人 若因着敬畏耶和华 就得了真智慧和真聪明 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的心 该会是何等的欢喜 我们若使神的心欢喜了 仇敌就根本无法控告我们 这也就是本节的后一半所说的 我们坐在天上的神 可以因为有我们的缘故 就可以回答那击窍神的人 神会以我们为满足 为自豪 就像约伯记一章和二章 他曾和撒旦论到约伯那样 约伯令神特别满意的 就是他一直都能够敬畏神 远离恶事 约伯就是一位智慧的人 神以约伯为喜悦 就可以令撒旦 哑口无言 第十二节的经文说 通达人见或藏夺 愚蒙人前往受害 这一节也在二十二章第三节中出现过 两节完全一致 我们就不多说 总之这一节在教导人 行事为人的智慧 那有智慧心理通达的人 一见到灾祸就知道 该躲藏起来保守自己 可是愚蒙人 看见灾祸 却趋钱就近 结果就难免受害 这灾祸 其实就是罪恶 以及世界的隐忧 对于人来说 它乃是夺人命的网罗 愚昧人 陷在其中 还浑然不知 不晓得自己马上 就即将丧命 大家可以看真言第七章二十三节 因而对那有智慧的通达人而言 就是见祸躲藏 也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的表现 所以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一点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节是第十三节 经文又提到了关于为生人做宝的事 这一节与二十章的十六节完全相同 再说一下半节中所提的外女 是指着淫荡不正经的女人 从圣经中看神的观点 神乃是反对人 为生人做宝 因为一旦那样的话 最终做宝的人 就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经文说 谁为生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做宝 谁就承当 在真言中 多处的经文 都一再论到 不可为人做宝 无论是生人或外女 大家可以看 真言六章一到五节 总之 神借着所罗门 教导了古代的以色列人 方方面面的生活智慧 这些智慧 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 都仍然不过时 就让我们从中有学习 当我们听神的话 按照神的心意和法则去行事 我们就必走在蒙福的道中 就不会像那些悖逆的人 生命中满了坎坷 曲折和亏损 所以来让我们另有一番心智 就是单纯的在神面前求智慧 他就必使我们奔跑 并行走在蒙福的一路上 今天第27章的前一半 我们就讲到这里 来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圣灵宝会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我今天要特别用第九节 为我自己祷告 主啊圣经中曾说 智慧人的家中 急需保物高游 我也愿意我的家 尤其是我的生命 也能急需保物和高游 而这高游 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 便是神给我的 来自于朋友的诚实劝告 主你不单单在我的生活中 和灵命历程上 预备了同走天路的弟兄姐妹们 你还尤其让你自己的儿子 就是我生命的主耶稣 成为我最美的朋友 主我身边的好朋友们 给我的劝教我要听 而我尤其要听的 就是来自于 我主耶稣基督的劝教 你必然会借着圣灵 来光照我 引导我的生命 让我的行事为人 都能讨主的喜悦 而我尤其要以 你给我的劝教 为甘甜 为甘美 因为你的劝教 就像膏油和香料那样 使我的心喜悦 我要为此大大的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 如此甘美的恩典 我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感谢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家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